哈喽,歡迎收看普吉TV,我是布雷諾 今天這個影片呢,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種植沙漠玫瑰的時候所使用的戒指是有哪些 首先呢,先來跟大家說一下大概沙漠玫瑰種植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沙漠玫瑰呢,其實也不是說那麼的怕水 像我種植的沙漠玫瑰呢,如果是採用我等一下要介紹的戒指的話 你可以讓它整盆呢,放在露天的地方,就算是沒雨季也不用害怕說它會爛根 首先呢,一般你在外面如果買沙漠玫瑰,如果詢問它說要用什麼戒指的話 它一定會跟你說,叫你選用一些排水性比較好的戒指 可能會推薦你像用一些沙漠,沙漠的話大概就像我現在手上這邊用這種 細沙小食指來種植沙漠玫瑰 其實也不是說不行,而是說像這種沙漠,你如果一旦它澆水之後呢,它的含水率其實會蠻高的 就會變成結成一整坨,像這種時候呢,如果你又長期的在外面淋雨的話,或者是你很常澆水的話呢 它的沙漠玫瑰的根呢,就會很長的時間會泡在水裡面 它肯定它的根會沒有呼吸的空間,會造成它會有一點窒息 這樣就會導致沙漠玫瑰爛根的狀況發生 再來呢,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所使用的戒指是有哪些 我所使用的戒指呢,大概就是這四樣 就是吃玉土,發泡煉石,跟火山鹽,還有碳化稻殼 那吃玉土是一種經過加工製作後的土壤 它是很乾淨,沒有含一些雜草的種子 就是這個發泡煉石 這個發泡煉石呢,有一個優點呢,它就是可以鋪在噴栽的底層 然後也可以混合在這個吃玉土下去種子 可以增加它的透氣性還有排水性 再來呢,是這個碳化稻殼 可以進去我的戒指裡面一起混合下去種子 它呢,可以,它是經過碳化後的加工製作 很豐富的二氧化系 它可以幫助你的盆栽增加它的透氣性呢 還有它的根的活性 它也可以增加植物根部的甲肥的吸收 這個火山鹽,這個可能比較不常見 這個呢,我是會拿來鋪在植物盆栽的種子後的表面 然後呢,也可以避免紮草的生長 以上呢,就是我種子沙漠玫瑰所使用的戒指的介紹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是按一個讚 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囉,掰掰 拜拜